媒体所说腿背打断的就是我 这是我2021年3月8号的验商单 面对镜头手拿身份证验商单 吹哨者具名控诉前老板郭哲敏 郭哲敏利用超跑公司在洗钱 不但把车主与投资人的钱占为己用 还把所有责任推给我 所以我决定站出来将全部的事情糟糕大众 PO出伤痕累累的照片 左脚打上石膏只能做轮椅 证实自己真的很害怕 还强调招待所流出的检警高层影片来源 不是他 在我背后这间五星级酒店 就是理性男子公称 遭到郭哲敏囚禁打上的地点 不过辖区警方事后调查 并没有相关保安记录 到底是黑道施压 还是说法有问题 至今疑点愁愁 有周刊报导 吹哨者会遭到断腿报复 都是因为一桩草跑交易 涉及诈骗洗钱才会让他惹祸上升 原来一百一十年郭哲敏跟林炳文 透过他向一名外号叫做华少的男子购买豪车 只是对方买空卖空还把车抵押银行 涉嫌一车两卖 不过这个招待所丑闻 延烟两名检察官和警察校长 会不会有黑历史继续被爆料 警戒人人自为 署长定调列管调查 同时也发出声明强调清查后发现 私人招待所内并没有传播没作陪 检方则是启动内部机查 必须要把这起招待所丑闻查个水落石出 今期文以凯旭王仲君才能报道